诗篇第八十一篇 要向神我们的力量欢呼 要向雅各的神大声呼叫 要唱诗歌 打手鼓 弹奏美好的琴瑟 要在月朔 在月望 在我们首节的日子吹角 因为这是给以色列的律例 是雅各的神的典章 约瑟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 神为约瑟立了这法规 我听见了我不晓得的言语 神说 我要除去你肩头的重担 使你的手放下筐子 你在患难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 我在打雷的密云中回答你 在米粒巴的水边试验你 我的子民啊 你要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啊 但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中间不可有别的神 外族人的神 你也不可敬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要给他充满 我的子民却不听我的话 以色列不肯服从我 因此 我就任凭他们心理刚硬 随着自己的计谋行事 只要我的子民听从我 以色列肯遵行我的道 我就迅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把手转回来攻击他们的敌人 憎恨耶和华的人 必向他假意归顺 他们的行骑必永无止境 但我必把上好的麦子给你们吃 又用盘石里的蜂蜜 使你们饱足 店里的蜂蜜